朱立倫說 現在是婚前症候群 我有疑說 我絕對是個好對象 結果柯文哲說 我們想一下 因為這個所謂的婚前症候群 我是醫學博士 沒有聽過這種病 不過這個應該不是醫學的病 這個叫做社會學的病 這應該是社會學的病 有那種問題 的確是有這種問題 所以柯文哲就表示你 你的學問太 narrow 你太狹窄 不過我們再來看 肯定侯友宜先釋出善意 趙召剛剛呼籲柯文哲說 哎呀 完淘汰賽誰都贏不了 柯文哲爆 完兩面手法 與鍋眉來眼去 的確如此 他被爆料說 他是完兩面手法 一火鍋其實應該三面吧 他還有跟一個粥 應該這樣講 有鍋有粥再加上一個國民黨 所以自由看 講說侯假意的拋真心 卻只被柯當少靶星 還有還押韻 這蠻有意思的事情 我覺得這齣戲 就是演到現在就擺明了兩邊 就不會結婚嘛 他們就不會結婚 你有看過真心要結婚 真的有真愛的人 然後哇兩邊吵架 互相放話 今天持續放 今天這個科辦說 我跟你講他放消息說 我跟你講這個侯友宜私下 他都只有要當政的 然後侯伴也趕快立刻就發一個聲明說 胡說八道你刻意扭曲 就是說他們每天都在吵架 每天都在各自的私下放話 一下子黑你侯友宜 一下子黑你金補充 然後這邊就說怎麼樣怎麼樣 今天柯文哲是連喝皮霜 這種難聽的話都講出來 喝一罐也死 喝半罐也死 那為什麼你要喝半罐 就是指民主初選 所以你說這樣子可以結嗎 這樣子結得了婚 結不了 所以我覺得兩邊其實都是 謀取自己 仕途在當中這個 這個話題當中 謀取自己最大的政治利益 但是並沒有人是真心要跟你 就是雙方要結婚的 沒有這回事 所以謀取了最大的自己的政治利益 而且也創造出很很不錯的聲量 這對於柯文哲來說是一個大不要 柯文哲沒有什麼底 他唯一有的就是聲量 沒有聲量 他簡直就是要了我的命一樣 所以呢有聲量就等於 對柯文哲來說 那我就有我的這個支持度 所以這其實根本到最後兩個人合不了 他們兩個結不了婚 然後兩個人都只是互相在那邊放話 各自的謀取自我的政治利益 然後創造出各種不一樣的聲量 而且我覺得國民黨很那個啦 就是說國民黨某種程度真的是到底要跟誰談才是 才是正確的人選 就是你又有豬 你又有豪 你又有金 然後你旁邊還有韓國瑜 還有趙少康 還有趙少康 對我正要講他 也就是說到底誰才是一錘定音 然後是不是這個人講的話 整個黨都可以都會接受 這對象太多了 所以當你旁邊的人 哇這個親戚朋友多成這樣 每個人都給你出主意啦 你們兩個結婚 這個隔魁由誰誰誰來做 像話嗎 你覺得這種結得下嗎 這個這個結婚的比喻 也實在是很奇怪 是不是拼金說不好 其實我覺得國民黨跟那個 民進 柯文哲搞成這樣 追溯本源 真正的問題 就是朱立倫當初搞出來的 你去年十一月二十六號選完是大勝 你你幹嘛 就是說你任何事情都應該趁勝追局 而且你單獨 你根本也沒有跟柯文哲結盟 你你前面還是大勝 你幹嘛要去搞出郭台銘 來這個黨內初選 然後又藍白和 結果他丟出這個議題 他根本沒有辦法自己解決 郭台銘到現在還在那邊 你知道獨立參選 柯文哲每天在那邊放話 你知道雖然賴清德講說 是現在就早晨這樣子 以後怎麼辦 我可以現在就告訴你 就算藍白會和 選完以後就算說 好講完 趙少康說 就算柯文哲做到總統 組閣權交給這個侯友宜 組閣權是行政院長的工作 你作為一個行政院長是總統提名 你沒有修憲之前 總統有權提名嘛 對不對 而且從李登輝開始歷任總統 都有自己要的人放到內閣裡面去 我覺得這是不過分的事情 其實所有的部長 對 所有的部長其實都是要經過總統任命 總統如果沒有任官命給你的話 你根本就任不了官 對 所以換句話就是說 不是說給你去阻隔就可以決 照上他講的天真 到時候可以簽 柯文哲會遵守你簽的白紙 這個簽也在法律上也無效 對 因為他違反憲法規定 我覺得 我同意時期的說法 柯文哲從頭到尾就沒有要跟國民黨合 他只是要用國民黨的資源去選總統 他二零一四年靠著民進黨 他當選市長 二零一八年他搞了一個狗怪 所以他當選連任 現在二零二四 他為什麼一下子跟郭台銘去眉來眼去 他希望就算他要獨立參選 他希望郭台銘的錢 然後他希望國民黨的資源 然後幫他選總統 他沒有要跟國民黨 這可能真的是寄生 對 所以 吸血 寄生 我覺得他真的是很厲害 就是說你憑良心說一人政黨 一個人萬年黨主席 然後你憑一張嘴 去戲弄民進黨跟國民黨 坦白說 他今天一個人 他根本玩不出東西來 如果國民黨不要丟這些東西給他玩 像那幾天造勢 國民黨造勢 柯文哲根本沒有辦法 有那麼強 國民黨五百個人 國民黨是五萬個人 對 他搞不好 拜託給他 國民黨 喔 那天在臺中聽說 他也在說有一百人這樣子 一百人 對 有一百人在下面 好 那現在問題就是說 這樣的場合 只有民進黨跟國民黨有能力 柯文哲是沒有 但是他今天還在那邊扯來扯去 我覺得國民黨 我不能罵粗話 國民黨真的沒出席 你們國民黨喔 不是 你明明就有那麼大一個黨 然後你有那麼大的組織 還有十四個縣市長 你去跟他玩什麼東西 我覺得這叫做沒出席 你們實在 柯文哲說的也有道理 你們真的有一點沒出席 還有說 拜託來娶我啦 我才是你的好對象 真的丟臉吧 你也差不多了 拜託 會有贏 用過的 替國民黨說話 當然啦 國民黨百年政黨 他是我們的定義在野黨 其實我們所有的政黨 對我們國家 在整個政治來講 都是很重要 政黨 政治要良性 對嘛 國民黨更是重要 你就算在野八年 你還是臺灣最大的黨 你還是最大政黨 當然啦 這一次這樣講 因為這個人面臨到的主題 是總統大選嘛 我一直在講 其實我們這三卡都的民調 如果先不講郭董 已經從五月到現在 數字大概都上下沒什麼變化 三二二或四二二 我講得你聽得懂 所以當然時間是最大的變數 下個月就要登記了 下個月就要登記 所以才會不得不 大家都很希望 所謂的三二二 這兩個二 可不可以把它加起來 可以大於三 所以這個東西是個結合問題 你要用婚姻做比喻也可以 但是目標很清楚 希望可以贏得勝選 所以如何只要能夠結合起來 都是好事 對我們兩方來講 你不怕結婚 在當晚就打架了 不會啦 我跟你說結婚是為了一月十三 一月十三能夠贏最重要 然後接下來就兩邊打架 然後就讓臺灣政治亂下去 沒有 沒完 不用預設到那邊啦 這個這個說真的 這八年這四年未必也是臺灣不亂嘛 未必臺灣不亂 所以階段性目標 我們希望一月十三可以勝選的嘛 那現在現在其實對我來講 其實我比較我比較會感到焦急的是說 你覺得合起來合得成合不成 我當然希望合得起來嘛 但是我說真的 你的希望多大希望多大 我當然希望是一百分可以合到 但是我其實我說句實在話 我若然是中南部啦 我現在在基層男影的支持者 有點快看不下去了 他覺得說怎麼會這樣啦 你劉佳昌 我告訴你 你不是南部啦 全臺灣都看不下去 連海外都看不下去 劉佳昌昨天跳出來講什麼話 你有聽到嗎 當然當然劉導 他從以前到現在的立場都很清楚 他是支持國民黨到時 但是現在氣到說 不支持國民黨啦 要來支持威連賴 不要這樣說 所以目標還是要抓住 用狗 目標還是要抓住 他說還是希望盡量合起來 我再次講一句話 少放話多溝通 因為說你既然十一月二十 就準備要登記了 你希望大家是合得來的 不管過程的條件會怎麼樣 結果是怎麼樣 我希望少放話多溝通 來來來 苗 柏雅 是 我們的苗議員來 這樣你看起來 到底他們合得成合不成 誰取誰 我覺得用婚姻比喻 是有一點失準 因為他們兩個沒有感情基礎